大家好,我是臺灣人選助金會,我是盧林軒 然後今天是來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來往往又給您報告這個計劃 那這個計劃其實跟剛剛東老師還有彭鳳兩個,兩位說的又有一點關係 因為,怎麼說呢? 因為這個計劃是我們在去年才發起的一個計劃,去年年中 這個計劃是針對政府單位去跟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或是平台業者 政府去跟這些業者索取個人資料或是要求某些特定委員會要把它下架的研究計劃 所以沿著彭鳳來說,他就是針對政府怎麼去掌握一個人的資料 怎麼去投發一個人,或者是說他因為你使用了某一些網站的服務而留存在那邊的訊息或是留存在那邊的資訊有關的一個計劃 那什麼是透明報告? 那這個東西是其中,就是一個國外一個倡議網路民權的一個組織叫SS他們做的一個統計 就是說在2010年這個透明報告或是資訊公開報告 剛開始是Google發起的 那Google在2010年發起的第一份的 做了第一份的資訊公開報告 那到今年為止已經有58個企業或是國家 有在發布類似的報告 那涵蓋的範圍也超過了90個國家這樣子 那不只是企業跟一些像太雄化這樣的人就有在做 那其實包含今年9月的新聞就是柏克萊 應該是柏克萊大學 他們也發布了算是全世界第一份是學校校方發布的訊公開報告 就揭露了美國政府跟學校所需資料或要求資料下架的一些情況 那除了台灣以外 其實類似還除了現在這樣的計畫 還有另外兩個國家在做 像香港他們也有在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那韓國也有在做這樣的報告 那其實這樣的報告跟 所謂企業的報告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說 香港、韓國和台灣這樣子的報告是 直接從 希望從政府那邊取得資料以後 來去做研究說這幾年 到底政府在索取個資或移除言論的情況 是有怎樣的趨勢 然後他們的行為的模式是怎麼樣 依據的法律是什麼 那也就是說 它是直接從政府取得資料 那企業那邊當然就是企業自己的統計資料 他們把自己的資料做統計之後公開 那這個意義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台灣其實是全世界第三個 利用來自政府的資料很透明報告的一個國家 那我手上有一份 就是其實在一個多月前 我們剛發布了就是過去一年的成果 那這一本就是那個成果報告 那資本的其實已經發完了 剩這一本 那就是大家其實在網路上可以下載 就是你搜尋台灣網路透明報告就會出現網站 然後進網站就可以download pdf 這樣子 那這個計畫其實主要就是包含剛剛有講過的 就是兩個部分 一個是網路隱私權跟網路隱私權 通訊的對話的過程這樣 那還有包含一些meta data的要求 就是政府有提出一些 他不要我實際的資訊 他只要一些可以拿來供應那個人的這些資訊 也包含在這個計畫調查的範圍內 那還有包含一些你使用者在註冊的時候 留下的資訊 還有當然大家比較敏感的就是監聽的部分 那在言論自由的部分就是包含了 其實就是包含網路言論的下降 那言論當然就在現在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寬鬆的定義 就是包含你的文字 包含你的圖像 音樂那些都算是你本人的部分 那現階段的目標其實還在一個很粗淺的目標 就是還在一個釐清現狀 因為我們目前沒有任何的一個機關機構 承認他們是網路的出版機關 然後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連NCC也不想要承認他們就是在網路的 那所以基本上沒有任何一個主責機關在 要求各部會一定要把這些資訊給揭露出來 所以包含說各部會是有沒有權限 是依據什麼法令去跟這些企業所取資料 一年做了多少次有沒有被拒絕 這些資訊是目前是他們沒有利物要 政府當然沒有利物要揭露 在此次的繼續下 所以 那個 還在釐清現狀 那調查隊像目前還是以中央的那些 中央的行政機關為主 這樣子 那其實 為什麼會發起這個計畫 其實當然是有一些他的被子存在 那字好像真的有點小 總之 其實在法律上面大概有三個主要的法律會作為這個 支撐這個計畫進行的一個法規 就是第一個是中央法規標準法 它規定了說你政府的行政如果有關於人民的權利物的時候 你就要用法律來定制 那另外一個就是政府資金公開法 是說你在 他在第六條裡面寫了說 你跟人民權利益有相關的施政的時候 你政府的施政應該要以主動公開為原則 那 還有一個個人資料保護法當然是針對個人資料在 在什麼樣子的情況下 是一個資料可以說是個人的資料 那個人資料保護法裡面其實規定的很廣 就是包含了一些可以間接識別的資料 也都算在個人資料裡面 那等一下的講者應該也會講到 所以主要是在法律上有這三個 作為這個支撐這個計畫有一些法律依據 那 當然大家有聽過的Snowden 我就不多說了 那 當然還有之前我們也有聽過的一些 譬如說 普浪的英偉兵他 大概四五年前他曾經翻過一件事 就是政府 時常沒有按照 或是政府單位 很任意的 時常很任意的提出請求 然後讓普浪不知道該不該 去回應政府去 索取普浪用戶的資料的這樣的請求 那 或者是說 普浪那邊當然是關於 網路也是的那個考量 那 另外一個關於言論自由的部分是 在執行這個計畫之前 也一直都有聽到 關於IWIN這個組織 他們 這個組織是什麼組織呢 這個組織就是大概長這樣 就是 它其實是一個 一語而哨法成立的一個組織 那 他們現在就是會 作為一個窗口 去 人民如果認為哪一塊的網路言論 他覺得有問題 那他就跟這個窗口反應 那IWIN會把這個 接到的案子 派案去給相關的 政府人權機關 這樣子 那 因為有一些 一直都一直在進行的時候 會聽到說 某一些企業 他會覺得 他不知道IWIN轉來的案子 他該不該接 因為IWIN在轉給政府機關的同時 他會同時把 申訴也轉給那個 被反應的企業 那 他會不知道說 那個企業會反應說 他不知道這個案子 他該怎麼處理 因為他不確定 IWIN的職責是什麼 他不確定 他不接受 IWIN的 不去處理 IWIN的轉來的申訴 會不會讓他 承擔什麼風險 然後 通常的情況 就是會造作 就是會 去處理那個申訴的狀況 所以 一直以來都有聽到 這樣子的狀況 那IWIN其實沒有 沒有去要求人家 把內容移除掉的這個權限 他只有 把案子轉出去的這樣的權限 但實際上 他好像 就會造成人家 把內容給移除掉 這樣子 所以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加上2013制裁局 那個委員就不多說了 還有剛剛 韓國跟香港的經驗 那所以 他就發起了 這樣子的一個計畫 那 好 這是剛剛IWIN的那個狀況 就大家可以看 案子真的很多啦 他2014年 一年有1萬5千多件 每一年有 三、四百件 所以 真的很多件 那 這件案件到底 到底都跑哪裡去了 是哪些政府機關 在處理這些案件 處理的狀況怎麼樣 判準是什麼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對 好 所以 台球會大概發起了這個計畫之後 大概是 主要執行的步驟大概是 上這一張圖 就是說我們會先發文去跟政府機關 去各個政府 中央行政 中央的政府機關 去說 你們是不是有相關的權限 那如果有的話 你們就把你們的法律 的授權 跟我們講清楚 這樣子 那有一些政府單位他回答了 說他有 他的一些法律 訊息是什麼 那我們在第二巨蛋 就進一步去詢問說 你們在一年之內 或者這三年之內 就是2012到2014年之間 到底做了多少這樣的事情 那 這樣的事情 你們成功的機率是什麼 被拒絕的 當然就是被拒絕的機率是什麼 然後 然後 提出的理由又是什麼 為什麼你們要這些資料 或是 為什麼你們要把這些資料移除掉 這樣子 那 因為 很多人都不想要理我們 就是 很多這種情況都不想要理我們 因為他們覺得這很敏感 很敏感的情況下 所以第三階段 會再去尋求 立法委員的協助 然後第四階段 在 其實就是上個月的 10月5號 然後召開了一個基準會 保安抵政年的報告 也給發表出來 這樣子 那 剛剛有說到香港的狀況 香港其實是從第三階段開始的 因為他們沒有政府訓練公開法 所以他們一開始都是請 國會議員取料的 好 那這個 就 字好小 其實就是那時候政府人為何會收到的東西 但沒有上面這個顏色 就是說 我們到底實際上去要的 資料的表格是長怎麼樣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上網真的可以看到 我就不多說 好 所以 其實過去一年的狀況 大概 一年的行動 大概主要就是在 發公文 然後整理資料 然後跟政府交集的 這樣的狀況 那其實還有試過了一些別的行動方式 譬如說我們 試著要去跟各個大企業做訪談 也不一定要大企業 試著跟各個企業做訪談 那 有點遺憾的是 其實真正接觸到的企業並不多 我們送出去的請求很多 但是真正願意接受訪談並不多 那 那 那 也試著 直接把公文寄給企業或是大眾院校 那 其實 因為企業或大眾院校沒有義務要回答你 這樣子的詢問 所以他們通常 為了 審視起見 他們是不會回應這樣的要求 那當然還有一些就是參與會議 然後 國外網路這樣子的做法 好 所以到底得到了什麼成果 那 還是有釐清了一些東西 大概就是說 第一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釐清了 大概 哪些部會 是有 這樣的權責的 那 釐清了這樣的權責之後 如果之後還是有 類似的案例發生 那我們可以去 從新聞上去檢視說 這樣子的 部會 在當初給我們資料的時候 他有沒有宣稱他有權責 如果他沒有宣稱他現在在做的事情 是不是一件違法的事情 這樣子 好 那 第二個 好 第二個 得到的成果當然就是 會有一些具體的數字 但是這個數字其實是非常不精確的 因為 如果大家有時間 可以看一下這個報導 數量非常的少 就是 三年之內 我們政府總共只 在 索取個人資料的部分 只有 不到五千次 然後 在 移除言論的部分 只有一千多次 這個數字 是個不太真實的數字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 你單是去比對 一些 已經有發布透明報告的 企業們 當然都是跨國企業 國際企業們 他們所提供的資訊 你就會發現 單單半年的資料 可能就要超越這些統治數字了 所以 所以 這個數字其實 不是很精確的 但是至少 它是有一個 有沒有 初步的結果 就是可以作為之後 去 至少它有一個比對 可以比對的東西出現 可以作為 以後施加壓力的東西 好 那 第三個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得到的結果就是說 我們 我們知道了 政府單位會怎麼拒絕我們 那 也許之後 我們在 跟政府單位溝通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 當然不一定是抱持敵意的 而是說 我們可以先 試著釐清 政府單位他們 就是 難處在哪裡 那我們該怎麼去 希望 能夠 把事情做更好的推展 讓這些資訊 能夠揭露出來 那 我們第一年 收到了哪些 拒絕的理由呢 其實很多 稍微統計一下 就是大概這些 就是說 你有一些公文 沒有例行統計就算了 那你有一些公文 寄過去 其實他就不處理 他就轉到別的單位去 那 譬如說內政部或警政署 他直接就轉給刑事警察局 但其實我們要的是 內政部所有 底下部會的資料 跟警政署底下所有部會的資料 但你會這樣一轉 所以就支撐下刑事警察局的資料 那你也無法去得知說 內政部或警政署 誰做了這個決定 因為 因為他就直接轉了 上面就不會有處理的人 認 這樣子 好 那 還有一些是 國安局依法 他現在就說他不公開 這些東西 那 NCCC跟海巡署 他們說他們有權限 但沒做 那其實這個東西 在後來有一些企業提供的資料裡面也被說 就是 當然不一定是說假 而是說 有些 因為我們還實際上去調查幾家國內的企業 那 這些企業裡面提出來的資料 的確有NCCC跟海巡署 他們確實有從事類似的行為這樣 那 限定指揮部位回函 然後調查局 是裡面最不願意配合的一個人 他就直接跟你說 我建議台軍會可以把這個計畫停掉了 那再錄影講的就是實話 他建議台軍會可以把這個計畫停掉了 因為你做這個計畫沒有意義 我們絕對是做合法的事情 就這樣 好 好 好 總而言之 我們遭遇了一些困難啦 就是說 政府在 這一部分 他很隨意的去解釋法條 或利用法條 那 甚至有一些東西 其實是我們先階段 台灣沒有規範到的東西 或是說沒有受到嚴格規範的東西 那是什麼東西呢 譬如說 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從 一份公文裡面擷取出來的 他是養護當初去問法務部 新修正的通保法到底 它是不是用的一個問題 那裡面提到E-mail 那簡而言之就是說 E-mail 是不是用通保法的規範 只有在 我針對特定帳號 他如果已經 針對特定帳號做攔截的時候 那個快要寄出去的當下 那個東西是受通保法規範 通保法規範是比較嚴格的 你不能夠任意去 所以你不能夠任意的去攔截人家的資料 這樣子 那 但是 其他的已經寄出去 就是存在大家的 那個 已經寄出的那個郵件 或是手劍甲裡面的那些信件 他不受通保法規範 所以 用一般的刑事訴訟法 他就可以去申請 去調閱那些資料來看 這樣子 所以 其實 這一塊其實比較尷尬 就是 這些資料其實在國外的 各個企業來說 它都是屬於規範最嚴格的一塊 但是在台灣反而不是規範最嚴格的一塊 那當然就還有包含說剛剛 個資法跟資訊公開法的東西使用 還有包含說 國安局的 情報檢聽到現在其實是一個 無法可管的狀態 它不公開就是不公開 好 那 所以 大概整年的結果大概是這樣 那 目前還都還在解決當中 那 當然會有一些 我覺得整個報告大概到剛剛就結束了 那 其實在這一年來 一直都有一些常見的問題出現 就是說 第一個問題 這個計畫是Google 是放定的 那 很多人會問說Google為什麼要放定這個計畫 那我覺得這個 其實我們真的也不知道 因為不管香港 韓國或是台灣 其實基本上這些計畫都是Google放定的 那 Google作為第一個release transparency report的 那個企業 也許它有一些它需要的想像考量 我不知道 但是總而言之 好 我已經在一分鐘就好 一分鐘就好 那 為什麼要不到資料 不換個做法 也還是沒有做法 或是覺得應該要堅持下去 這樣子 那比較重要的是說 我們這個計畫 到底有沒有律設政府單位違法 其實沒有 其實這個計畫只是希望政府執行透明 那 是說 就是如果政府執行 你都做合法的事情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怕國民開 這樣子 好 好 那 大概就這樣 我們希望 可以徵求更多的援助 好 謝謝大神 我我覺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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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小姐姐 谢谢大家